車輛車輛不停 車輛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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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ard Stuffed Eddie 各位可以看到 在畫面上的左兩邊就是最近很熱門的小型雙用車 在右手邊的是林立 左手邊是現在的挑戰者湯S 某一天收到我們讀者的來信 就問一下我們開試駕的情況 還有載重的表現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特別對於載重做爬坡的測試 所以就藉了這個機會 我們去借了850公斤的體快 然後分別在兩輛車上做一個爬坡的測試 看看這個應該說上坡的效果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很多山路 所以呢 如果能在爬坡在山路負載負載負重的情況之下 能夠有不錯的加速表現 對於這個操控 對於這個應該說在運送貨物的時候呢 是會有比較好的幫助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這個南深路上 希望藉著這個長上坡的方式來做一個現場的測試 我們現在把這個車後就是裝載了這個850公斤的鐵片 並且把它做適當的固定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後來用拼坡的方式就是 讓這850公斤其實比較接近車輛的中心 開起來比較穩 那現在我們就出發測試一個長上坡的加速 我們現在用時時的速度轉彎 然後再繼續測試 長上坡 從40以上再增加加速的這個加速效果 比較不好 有點停滯 我們再試下一個長上坡 比較偏近在10速50的時候 比較難繼續再往上拉速度 我現在是40 腳速40 超上坡 這應該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一樣比較重踩一樣 我覺得是重踩然後降檔 會有辦法拉升一些速度 可以從引擎的聲浪聽得出來 在蜿蜒的山路上 會比較難 就是在爬坡的時候 尤其是低速大概20再往上加速的時候 會稍微加速力比較弱一點 但是要靠這個油門重踩 降檔轉速提升 就會有幫助 現在測試一個 喔!真的發生了一個 架速比較緩慢的情況 一定這個聲浪 就還蠻厲害的 一樣是載重850公斤 直行的長上坡 基本上我們在彎道都會減速一點 在直線上坡的時候 再會游 希望能駕駛好一點 現在可以看到 都是50以上 持續的駕駛 60 減速 減速 請慢 以這一次這樣子的加速測試 應該可以明顯的看到 就是 在連續上坡的時候 這個速度都可以 以50的時速 往上一直提升 那這個好處就是 比較不會做路隊長 這樣子在山路上開的時候 輸入速度會提高 對於這個 跑坡的力道 在動力跟磁力搭配下 靈力就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在這些 尤其是特定的上坡路段 比較陡 而且比較長的時候 這個靈力會有 比較好的連續性加速 這也是這次測試的 最主要原因 我們可以從剛剛的這個 畫面中 看到了這個 加速的表現 跟這個 速度的提升 相對於這個 TOM S來說呢 它就會有一小段的 這個加速的直直 就是因為在這個 上坡的時候 有這個40公里左右的時速 會稍微直緩一點 沒有再往上加速的感覺 對於這個 常常載重的朋友 可能 某些路段 某些路況 就會這個 爬坡的速度稍微很慢 那這也是兩個 車型在這個 爬坡上面的表現的差異 我們藉由這一次 實機負載負重 850公斤的方式 做爬坡測試 就是希望 可以讓這個 所謂的 常常在載這樣子的 車 常常在載這樣子 重量的 車主 能夠有 你再說有一個選擇 跟一個體驗 的 走路 的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